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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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待不够15年 也许你就不该交养老金 那当然了 这也许不是你能够hold得住的 好了 我们要算一笔账了 假设你在北京工作且长期定居月薪是1万元 连续缴了30年养老金 那么一共交了100.8万元 看起来真不少金 其中个人缴纳部分是28.8万元 等到你退休了 每个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你个人缴纳部分除以168 也就是1714元 另一部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30% 因为你交了30年 所以就是北京的平均工资 4672元乘以30% 等于1401块6毛钱 两者相加为3115块6毛钱 这就是他每个月能够领到的养老金 还可以吗 哦 是的 恭喜你很幸运 你只需要花27年就能够拿回本金了 此时你已经87岁了 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 74岁 其中相差的那13岁 就是你毕生奋斗的目标 你必须要比平均寿命多活13年 才能拿回本金 保证自己不亏 如果未来推迟退休年龄到65岁的话 那么你也需要不到94-95岁 才能够保证不亏本 这就是有相当难度的 你要从现在就锻炼身体了 哦 当然了 这个算法还是建立在 没有通货膨胀和工资稳定的技术上 如果加入通货膨胀的因素 也许三十年之后 三千元只能买个盒饭了 这绝不是坑爹的说法 往前推三十年也就是1983年 那个年代一毛钱是能够填饱肚子的 而现在同样是涨了一百倍的十块钱 又能够吃到些什么呢